接下来要问大家的想法了 你觉得总统搭专机来宣讲公投 是不是公器党用呢 赞同的加一 你觉得总统搭专机来宣讲公投 是不是公器党用 因为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就直询了 参议院总统跟行政院长苏贞昌 最近频繁的降 搭乘了空军行政专机南下 但是专机是属于行政的资源 也就是国家的机器 明显是违反了行政中立法 他要求公布派遣的记录 国防部长邱国震回应 公投宣讲是属于公务的行程 总统府发言人也说了 执政团队依法是公投案的反方当事人 总统向人民报告说明国家的政策 这是公务不是选务 但是江启臣直译说 如果蔡政府大官们搭乘了专机 跑非公务的行程 也要请国防部一并的公布 这些人有没有按照惯例 缴纳相关的费用 按照规定呢 总统副总统搭乘行政专机 从事非公务的行程 包含了非执行公务的受邀人员 都是应该要自行付费的 好这个事情呢 今天在立法院也引起了讨论 接下来国会大现场 我们把时间交给李嘉宇 好主播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这个小时的国会大现场 我们邀请到立法委员李德韦 是大家早安 今天要来聊有关于1218公投将至 不过这个公投似乎就变成了政党对决 甚至被国民党说是民进党行政不中立 怎么说行政不中立呢 蔡英文总统她搭乘行政专机南下来宣传公投 委员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想在过去国民党时代 马英九总统有所谓的党务行程的时候 这些燃料的费用各方面 当然都是由国民党来支付 所以我们也希望民进党在过去 常常指责国民党所谓的党国不分的时候 自己现在成为了国家的执政者 他也应该好好来思考 民进党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是党务还是政务 假如是党务的话 民进党也应该付出相对的金钱 不要浪费纳税义务人的钱来做自己的私事 我觉得公私分明在这个部分里面 民进党蔡英文总统应该好好来思考 怎么样求取一个平衡 不要只会骂国民党 而自己在位置上的时候 永远只使用公家的资源 在行政中立的这个部分做最坏的示范 总统府发言人张传涵是帮蔡英文说话 他说蔡英文总统她搭乘行政专机 是比照马前总统的方式 而且过去蔡英文总统 在宣传这个公投的时候呢 他说是公务而非选务 文总怎么看这件事情 似乎现在国民党对上 民进党的大庞大的资源 似乎是有一点敌不过状态 是我想民进党在这次的公投 四项公投里面完全玩的游戏 就是所谓的蓝绿的对决 跟政党的对立 而民进党侠政府庞大的行政资源 不管在人力物力 甚至使用行政命令来要求这些公务员为他们做宣传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糟糕 其实在公投法里面特别有讲到反方 你假如做相关的宣传的话 你可以去申请相关的办公室以及募集经费 而且在公投法20条上面募集的经费没有上限 但民进党现在完全放弃行政的中立 完全使用纳税义务人的钱来洗纳税人的脑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不屑 而且非常的可耻 在这个部分 我们再次的呼吁民众 在1218的时候能够站出来投票 不要让民进党继续使用这些公家的资源 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来做自己政党利益的事情 是 那看到民进党操作这波公投 是将反莱猪操作成为反美猪 甚至在很多的杂志上面 这一期的杂志就可以看到说 当初怎么会是美猪跟莱猪画上等号 甚至大大打上了行政院的广告 这几个字样 政治民进党的政治黑手还介入了中游里面 似乎现在整个政治黑手就介入到公投 认为说这个东西可以帮他们做广告 怎么看 我觉得真的令人匪夷所思 其实政府并不是所谓公投的正反方 里面的反方 我曾经也咨询了相关部会的首长 请问因为他们一直坚持 现在行政院是所谓的反方 由于反方 所以他必须使用政府的力量 那他认为提出公投案的人都是正方 那我想请问假如有一天 民进党胜或台独的人士 他提出了台独公投 请问民进党到底是正方还是反方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希望民进党不要再玩弄这些法律跟文字的游戏 就直接说清楚讲明白 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真的希望民众能够看清楚 行政院也好政府也好并不是相对的反方 所以他没有权利运用这些政府的资源跟金钱来做对于反方有利的事情 所以我们再次的呼吁 行政院民进党能够所谓的收手 而不要再继续这样子 是今天谢谢委员 谢谢 好讲到一二一八公投将至民进党对上国民党 民进党以四个不同意台湾跟美丽对上国民党的四个都同意 不过这件事情呢似乎引发国民党非常不满 认为民进党行政不中立甚至将政治的黑手介入了选举 蔡英文搭乘行政专机南下这件事情呢 被国民党认为说呢根本就是公器党用 以上是目前的国会最新 有任何的最新消息以及公投到底是不是不中立的情况 中天都会持续的为您来关注 我们将镜头交演给Pony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